北美票房持续低气压 才刚结束的劳动节长周末 并没有为电影市场增加收益 反而创下了17年来 劳工节周末最低票房记录 其中已经二连霸的喜剧动作片《杀手保镖》 竟然只以将近1300万美元的票房 就登上了票房冠军 产业分析师表示 电影市场惨淡主要是归咎于 这星期没有抢挡大片 造成电影本身就不吸引人 再加上数位串流兴起 降低大荧幕的吸引力 才会让杀手保镖 只以1000多万美元的票房 就可以轻松三连吧